没进山里啊,咱就看到核桃了 这核桃是不是已经可都快熟了 还有点太高 等它成熟的时候,它自己就掉下来了 掉的时候,到时候再上这碟再捡 看这个大核桃树多大 但是接的核桃可不多 妈呀,哎呀,这太高了,海拔不够啊 你看这构枣的 哎呀,接的真厚啊 哎呀 哎呀,我的妈呀,蜘蛛网啊 没熟呢,我揪一看 哎呀 太酸了 这个就是野生的狗枣子 也可以叫小苗桃 但是有狗枣的地方就有熊除沫 但是得注意点 看它里边这个枣 就跟小苗桃一样 现在可酸可色了,没熟 熟的时候,它一摁它会吸软吸软的 这蒜,接的真厚啊 这都是 好 在这儿,看到了一堆蘑菇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蘑菇 长得还挺好看的 有点像那个珊瑚一样 看 是不是啊 而且还有点像瘦树膜 我没吃过这种蘑菇,就是感觉挺漂亮的 在这个树墩 在这个树墩上也有 还挺好的呢 哎,我们这边的蒸馍也快出来了 就喜欢采蒸馍的时候 那时候特别特别的过瘾 一球一球 你害跑 你好喜欢糊我脸上啊 我们上山呢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蜘蛛网 山上到处都是的 有的时候一走就糊脸上了 哎呀,那个难受啊 有时候还挨咬一下 看这个大蜘蛛 山上可多可多,就烦这样的 可哪都有蜘蛛啊 害跑 害跑 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年 过段时间要采的五位子 现在你看 现在都长成这个黄豆粒这么大了 但是咱不能采 因为它没红 没熟 看到了吗 等它熟的时候变红了变粉了 咱再采 这就是咱秋后的一笔丰收小材 秋后我们还能挣一笔好钱 天天上山采它 就能卖点钱啊 而且接的 这个阳接的不算厚 要是厚的话 都得卢卢的 就感觉像葡萄一样 这个接的不算多 这个底下都是 就等到秋后咱再来采了 挺好的 是不是 像我们这时候上山呢 就是碰 碰到啥就能采点啥 也不一定能采到啥 今天 这蜘蛛网 好像愿意给我攻击上 换地方走 我们这边今天天气还可以 不算那么特别的热 还行 不那么遭罪 过几天吧 过几天 我们就等蘑菇出来了 就等给大家 顶大家去采蘑菇 好了 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 下期见 拜拜